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邱秦才要跟他结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下面 志恒以第一人称带大家了解一下 我叫邱秦 今年42岁 重庆人 初中毕业后 我去职业学校学烹饪 和我一起去学习的除了同班同学李绍阳和林文健 还有好几位其他同学 毕业后 我进了一家餐馆做帮厨 陈绍阳和林文健进一家酒楼当墩子 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 1998年10月6日 是我20岁生日 一起学烹饪的同学凑了粪子钱 在酒楼订了一个包间 我不会喝酒 陈绍阳帮我挡了几杯 可最后我还是醉得昏睡过去 醒来时 我发现自己躺在一张白色大床上 我感觉惊恐的一切迹象都在告诉我 我被人欺负了 可这人是谁 我脑子一片空白 想放声大哭 可又哭不出来 我摸索着穿好衣服 亮亮强强地刚要下床 脚却碰到了一堆软绵绵的东西 你醒了 林文健睡意朦胧地从地上爬起来 羞辱和愤怒一起涌上心头 我抬手就给了他两下 捂着脸冲出门去 那天过后 我经常走神 林文健来找过我几次 我不愿见他 半个月后 一个同学告诉我 陈绍阳被提升为酒楼经理 林文健则在酒楼发疯 砸东西被开除了 我心里一阵冷笑报应 又过了一个月 我突然反胃 想到一个月没来立驾 不禁吓出了一身冷汗 要知道 传统的小山村 被欺负的比欺负人的更难做人 我没有勇气不要这个孩子 思来想去 我决定和林文健结婚 既然他毁了我一辈子 我就一辈子和他互相折磨 1998年12月10号上午 我主动约了林文健 直接了当地提出结婚 林文健一冷 脸竟然红了 他欲言又止 焦躁地转了好几个圈 然后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一屁股蹲坐在地上说 好 明天我就叫我妈去找你家提亲 我冷冷地看着她 提亲订婚 12月28日 我和林文健举行了婚礼 渐渐地 我肚子大了起来 四周开始有各种流言蜚语 再见到林文健 小叔脸色不好看了 大家都开始不喜欢林文健 男人们看不起他 大姑娘小媳妇看到他就躲 老人们都说 知人知面不知心 我有点幸灾乐祸 林文健越来越不爱出门 也更少言寡语 1999年7月22日 儿子林夏出生了 我夜里很辛苦 林文健也没有表现出高兴的样子 婆婆干脆把孩子抱去跟她睡 喂奶的时候再给我抱过来 我还没有坐完月子 林文健就去了城里打工 每月把工资给我寄回来 那年国庆节 林文健回家 小家伙竟然伸手要向他抱抱 到了春节 林夏就会喊爸爸了 把林文健逗得直笑 因为婚前的事 我觉得儿子是罪犯的儿子 总是对他冷冷的 林夏也不黏我 但林文健每次回家 他会老远喊爸爸 父子俩的关系越来越好 2004年春节过后 林文健把我和林夏接进了城 林文健专门给我买了一部手机 说他不在家的时候 方便给他打电话 在城里我经常迷路 每次给林文健打电话 他都说站在那别动 我去找你 还有一次 我半夜胃疼 他叫了车把我送到医院 忙前忙后守着我书页 在这陌生的城市 林文健渐渐地成了我的依靠 在城里的这几年 我活得像个矛盾体 我爱上了林文健 但对于20岁生日的事 又始终不能释怀 就在自相矛盾里 我又怀孕了 2005年12月 我生下了女儿林林 有了女儿 林文健更有干劲了 三年后 他被提升为厨师长 老板还建议 他购买了酒店的股份 参与了公司的分红 2010年春节前 我们买了车 林文健言谈举止间 也是充满了自信与成熟 回家后 婶婶对林文健的态度 也发生了180度大转变 这两年 婶婶总是找各种理由 找我借钱 但一次也没有还过 母亲说 婶婶染上了金钱博弈 现在到处都是借债 堂弟初中辍学 天天和一帮小混混在一起 2014年9月 林文健经朋友介绍 在云南胡鹤州 盘下了一家客栈 一番准备后 客栈于12月正式营业 林文健把两个孩子 接到云南读书 我们一家人 过着幸福甜蜜的生活 2015年9月 林下考上了重点中学 三年后 又考上了云南理工大学 林灵以哥哥为榜样 同样成绩优秀 原本以为 我们一家会在云南 就此幸福地生活下去 可是2018年8月 婶婶打电话来说 堂弟惹祸了 婶婶说 要么让堂弟来云南躲着 要么我们出钱帮忙了结这件事 我不想管这件事 婶婶的电话我一概不理 没想到 她一个电话打给林下 要到了我们在云南的地址 那天暴雨飘泼 婶婶浑身湿透地出现在我们家门口 扑通一声跪下 拽着我的裤腿哭 我气急了 我又不是她新姐 再说了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自己犯的事就要自己承担 婶婶居然也吼了起来 说得那么刚正 别忘了 20年前你们家林文健 还不是个罪犯 我心头滚过惊雷 正想阻止闪身 却见林下的身影 在人群里闪了一下 我刚冲过去 一声刺耳的刹车声 撕破雨幕 随着声音的方向 我看见林文健直挺挺地 躺在肇事车前方几米 另一边 儿子林下挣扎地 从地上爬了起来 有人拨打了120 我带着两个孩子 跟着救护车 将林文健送到云南省 红河州人民医院 ICU门外 我蹲在医院墙根 不敢相信 这一切是真的 一位护士急匆匆地出来 患者急需输血 家属是A型血的 随我来 我脑子犹如一记闷雷砸下 林文健居然和我一样 也是A型血 可两个A型血的人 怎么可能生出一个 B型血的儿子 三天后 医生说林文健 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 我终于缓过一口气来 儿子血腥不对 证明不是林文健的 那当时欺负我的是谁 他当年为什么要承认 又为什么要娶我 一系列的问题 在我心头翻滚 婶婶自知 酿成大祸 每天家里医院两头跑 她已经打电话 叫堂弟去自首 9月6日 两个孩子都回去上学 林文健也康复出院了 在我的逼问下 林文健终于道出了 事情的原委 那晚是陈绍阳 欺负了我 后来他找了我好几次 想向我解释 可是我一直不见他 直到我主动要和他结婚 并说自己怀孕了 林文健才知道 自己真成了杯锅侠 林文健说 老婆 不管经历什么 能娶到你都是我的幸福 他还说 一开始也不喜欢儿子 但儿子对他笑 喊他爸爸 他一点点也接受了 得知陈绍阳 有意接近临下时 他担心搞不好 又要闹出事端来 这才带我们进城 又到了云南 我听得泪如雨下 之后的日子里 我开始失眠 稍稍闭眼就会做噩梦 他联系了神经科的医生朋友 得到的答复是 病人曾经受过刺激 是他自己不放过自己 医生说 要让我分散注意力 林文健就给我买了很多书 又给我下载了轻松的音乐 医生说 我需要更多的陪伴 林文健就把客栈交给店长 每天陪着我 我也很想努力地忘记过去 可我根本做不到 2019年8月5日深夜 我来到厕所 拿起了浴室里的胸眉刀 那一刹那 我有一种解脱的轻松 醒来已是第二天中午 林文健眼泪汪汪地紧握着我的手 你怎么舍得丢下我呢 望着他泛白的双鬓 感受着他手心的温度 我突然发现 眼前这个爱我如命的男人 我真是舍不得 放寒假了 林夏主动帮爸爸打理客栈 林玲在家里陪着我 帮我收拾家务 2020年1月 武汉发生了瘟疫 我们也关闭了客栈 闲在家里 林夏说 他要继承父亲的衣钵 天天给我们俩做美食 2021年春节前 我们回了一趟老家 听婆婆说 陈绍阳离婚了 因为第三者抱着女儿找他逼婚 陈绍阳被净身出户 第三者见他又是穷鬼一个 带着孩子走了 还要求他每月给孩子 一千五百块的生活费 我听了竟然内心毫无波澜 这个渣男不用我报仇 就已经周游自取 余生我只想好好爱我的家 好好爱身边这个温暖的男人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对此有什么想法呢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 一定要发给身边 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 点击订阅 和志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